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但是往往就是 看赌钱就知道 那些人 赢就缩 输就去谷 你想想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买股票就是 买股票就是赌钱 不要跟我讲投资 什么叫投资呢 你真的可以放在那儿 三两年那些不是 放在那儿十年八年 那些叫投资 真的对我来讲 否则就是赌 别扮认 我预期什么什么 你预期讲这么多分析 然后你一见到 升了七个价位 你卖啦 那么你这么多分析来 不要讲那些 越静的 我们现在要越努力 去做生意 反而那个笑话 他那时候说真的 也不用努力也有生意的 那就不用搞那么多 所以我们稍后两节 又有一些新游 究竟我是否真的能够做到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妨试一下 好了 但是在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尴尬 为什么呢 在我们studio 里面 有两个女士 一会儿一个女士上镜而已 因为另外一个女士呢 她有一些怕手 又成熟了一点 所以在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刚才那些话题的时候 是有所修炼的 是 但始终人家是年轻的 年轻女士呢 你难道说 你怎么刮了那些汽水出来扔 那不可以说那些东西的嘛 那一会儿大家呢 麻烦 我真的趁着你们 现在一个不留意 不过现在都很留心的 师傅 你们麻烦 在check room 里面的留言 给一些礼貌 就不要说 然后我又说 你怎么刮了 我这些坏东西呢 千万不要说那些东西了 OK 尊重一下嘉宾 等嘉宾走了才说 OK 好了 阿正 你有没有吃过迷幻蘑菇 没有 各位网友 大家知道 因为我厄市不抽 都会说的 我今年去荷兰八天 还跌了十匹东西 OK 那么在这个荷兰一下去 它就周围 其实它未必是有不卖 但是呢 其实这些荷兰 如果我们说荷兰 一般人一想 荷兰的就是 红灯区 风车 大麻 或者迷幻蘑菇 等等的东西 一合法化的嘛 那些我们要去说一下 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说 我相信去过欧洲的朋友 都会认同我 我只是觉得 我真的不行 我去欧洲 我真的不行 即是你们有些人 喂 我没有说 我经常都说 这是自己的选择 我真的不行 只是吃那方面我就不行 阿陶杰说 哎 你们把口挠 那我挠了我嘛 把口挠了我 我是挠了我 真的不行 好了 但是呢 记住千万不要试 吃迷幻蘑菇 这次我去呢 我都试了一夜的 是 迷幻蘑菇我都没有试 是 试什么 我是试 他有的珍宝珠糖 吃了些什么 大麻珍宝珠糖 我吃完 吃了蒜了一整粒 一点料 没有啊 直接没有料到 不太好吃 不好吃 糖味来的嘛 即是有些大麻成分在里面 好了 但是这件事真麻烦了 但是千万 有个奥地利 奥西亚的男人 吃了迷幻蘑菇之后 他竟然 用斧头 把自己的奔走斬了下来 哇 林明知啊 再 切成几段 哇 天啊 支架啊 然后 放入罐里面 医学期刊 这个Mega Jenny of Surgery 近日公布这一宗尼奇案例 这个37岁的男人 他患有忧屈症和有淤酒的恶杂脚 他一个人留在这个度假小屋的时候呢 吃了四五粒迷幻蘑菇 跟着就出现自残行为 他将一条奔舟斬了下来 再切开几粒 放入罐子之后 然后走出去 向外求助 他又懂得了 他又忘了 接着被一个街坊发现 就将他送院治疗 在送医院的时候呢 他已经斩了一条奔舟 之后的五个小时了 根据奥地利菲尔德基西医院 基医生说 这个男人断片 完全不记得他做过什么 基医生说 因为他曾经用布料 包扎伤口 似途止血 也将撕下来的那条奔舟 放入装满冰和泥 装满冰 装满冰就明明 装满冰 装满冰 令到这条 一遭斩件的奔舟 受到細菌感染 医疗团队已经很小心地清洁 和修复新直气官 但都是只能够一小部分 能够接回男人的身体 其后 他又被安排接受精神科 和被尿科的治疗 他的身直气虽然有组织壞死 但是竟然奇迹地 逐渐好转 还会懂得扯旗 和 哀尿 几个月之后 真的完全康复 这些是不能够讲的 奇迹 短了很多 短了 短了 你懂得 不要说做勃起 你懂得扯旗 你懂得扯旗 而且短了 还是问题吗 你懂得升临水 各位网友 好了 据说 听着 各位网友 原来不是说 蘑菇含有天然的化合物 蔡洛西斌 名字都是衰个人的 蔡洛西斌 真的有个斌字 有西字 服食后会引起幻觉 但是 研究发现 这种物质 对于抑骨症 焦虑症 上瘾 创伤后 压力症候群等等 有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 这个人 他本身有抑骨症等等 他不是想 因为这件事 让他舒服些 所以他吃了几个 好了 但是 这个男人今次吃完迷惑蘑菇之后 自己自残身即棄 是第一宗 已经和蔡洛西斌有关的 黑林索尔综综合症 这个黑林索尔综合症是什么呢 就是患者会伤害自己的生食器官 但是这个黑林索尔综合症 是第一宗和蔡洛西斌有关的 那就是说 不是说蘑菇 里面有蔡洛西斌 是不是一定可以引起 这个黑林索尔综合症 都未有所据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照成蘑菇 我老是不吃了 其实老实说 我就不明白这些人的 就是 喝酒也是 就是 我很怕自己振的 我很怕自己不清醒 或者一段片 你做过什么 我都不知道自己 或者说过什么 我就不会的 我真的不明白 好了 这个文文又出来了 就是张志恒的老婆 我常常说不说 我上星期五说过 其实我都说到 口边留了几句 他今天又出了 昨天出了一个空白铺 然后很大的铺 很小的字 容易看 文文 最窮 最窮 最折夺 面临没有屋住 没有饭开 生存不到时 已经最刻意 你要我们还钱可以直接说 但不是用这样的手段 当初你自愿主动帮我一家无限感激 但你用这样的手段 一家的食饭钱都被你骗了 第一个铺 第二个铺 不是逼到埋场 没有人会出来黑 五年 我真是很累很厌 再去第三个铺 如果有人可以令我放心放下几个小朋友 你以为我不想去找肥妹 肥妹是什么呢 去死了一只猫 我真是很想着肥妹 那又看文文 为什么不拿中环 文文无奈回应 个个都问 拿到就拿了 首先要再说一次 含家伞 由低温开始 我都觉得 是似在别人一家人 有大口小 就不想这样 但我认为这两夫妇 真的不死都没用 你是想死 你没用 狗就立即死掉了 你们死掉了 那几个小孩 被别人抽回家 可能还会好些 现在看着他父母这样的样子 为什么我这样抱怨呢 第一 这个文文是极度自我的人 当日 他的家人 不要说网友 这个是这样的人 他还串嘴 我知道我老公是什么人 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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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真的选错了吗 不要给别人看 老公那些我都不特别说了 好了 懒 为什么我说懒呢 我上次说过 你老婆 天天出来三天不买两天 在那儿伸 为什么我说不死没用呢 我上次计过 我计多一次 我不是我心毒 我心黑 你肯做的话 我说两个妻子 真的是任何都肯做 你别想着再犯一份小小小小工 你两个妻子 找四五万元是找到的 对不对 例如我介紹你威威 你晚上下午四點鐘 做到翌日四點下班 十二個小時 他給你了 四筆東西 四筆東西 好了 接著他老婆 叫媽媽來幫忙看小孩 自己不能回家那麼膚的工作 找一筆東西 當然 因為你又要租屋 你有四個小孩 但是是能夠生活的 是吧 你何需要這樣 你老婆 我不知道 好了 你第一個鋪 他說 喏 當日你主動幫我們 我無限感激 其實是有個借錢給他的人 可能他覺得別人用計拿回錢 人家為什麼要用計拿回錢呢 為什麼要用計才拿回錢呢 因為你不還 因為你不還 或者覺得你們不對勁 不對勁 什麼叫不對勁呢 如果他當日不能幫你 他見到你們兩夫妻 仍然很勤力 跟我剛才說的 但是因為有四個小孩 真的有一間屋住 一時間還沒轉到 他未必追你追得那麼厲害 就是看到你 不想是 你老母 當日說到這樣 我幫你 你老公說不夠公開 你老公說不夠公開 你不是只吃那道嗎 對 那誰說不夠公開 可以介紹給他 到時候我告訴你 連一碟都說 原來這傢伙是這樣 可能 回了兩天都會很累 他是懶底 好了 然後說 你用這樣的手段 一家吃飯錢給你欺騙 就算一家吃飯錢給你 騙你也是這樣 因為你是欺人錢 別人要你還錢也不算欺騙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當是你用欺騙字 搞到人家欺騙你 是怎樣的態度 好了 我五年了 我真的很累很厭 老公說是自己選擇的 甚麽想事 你老公說你不想去做事 我有幾個小孩 你老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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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媽媽可以幫忙 第二 政府有些記樣服務 記樣家庭我講過 你不想去做事 是吧 你老公說 你開箱就可以了 你老公說 你老公說 你老公說你沒有本事 你經濟不行 那我不自己臭 那你當別人無法生 你又說你老公說 不是老公說 是要想的 這社會沒有責任 一定要跟你照顧 現在問題出現了 好 你要做事就可以 那時候 人家有些日間看護 我相信有些網友 都可能很悶 你就去做 晚上節省回來 起碼被別人見到 你是有努力過 大家在打飛機 你老公說 我真的 你老公說 要天修啊,你兩個老婆,要賭你老母 她真可憐,小孩一大慢慢認識 老爸老母會這樣,慘 老實說,我不是看你老爸老母,有人理你 真的看你自己的小孩,是垃圾 好了,最後,出張圖看看 這個是亞洲女性討論 這個是什麼呢? 它是說最美的那20個地區 首先,大家不要這麼認真 這個網站的Inside the Monkey 它是根據那些forum或者社交媒體 討論亞洲女性的熱度加加減減 因為之前他們也有做過統計說 討論亞洲男性的熱度加減減 譬如說,我覺得張國榮最美 有些人說中基美 有些人說西城秀樹美 譬如說,這些熱度加減減 有些什麼呢? 是得出來的 當然,有很多人就會覺得 不合理 譬如說,南韓排第一的 當然啦,伊美 那可能就因為 現在譬如你南韓有很多個 有些人去討論他們 實際上,我講過很多人不同意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整容 說整容就沒有意思 是講公道一點 不整容,其實韓國女性是美 當然有不美的 她為什麼美呢? 天生泥質 叫你長白山下 叫你白桃山 叫你那個醋 好了 但是 有些人說,韓國就整容 叫你日本就化妝 越南是第三 這是越南最美 越南是不是這麼美呢? 其實真的很難說 我覺得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都有美女 不美女 我們當然很理解 你問我 綜合平坤來說 其實是否應該都是中國妹嶺 東北 江南 我真的不知道 南韓排第一 南韓我當然最喜歡金字環 金喜善 我最喜歡金字環 我喜歡IU 但IU就一般漂亮 日本第二 越南第三 菲律賓排第四 當然我們在中環見到那些 但其實真的有很多菲律賓 因為它混合了西班牙 有些美軍 有些亞洲 是漂亮的 稍後我們會說一些寵物 其實在基因學來說 現在全世界有不同的Wayser 或者Lation 即是每一個民族 其實人流要純種的都很少 比如我們日本戰後很矮 所以後來做運動 營養 以及鼓勵你們和外國人混合 因為遺傳經驗很過癮 通常會很厲害 遺傳盡量遺傳好東西 所以如果現在你問我 我也覺得是 你說人也是 現在有些已經入了 你要查DNA才知道 原來早上是混合過西班牙 但是 基本上來說 我想都是漂亮的 不過來香港那些 就是比較窄 那些 唇種那些很厲害 伊朗 波斯妹是漂亮的 我知道波斯妹是漂亮的 但你看到伊朗的女兒的樣子嗎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我想她都是說馬來西亞妹 而不是說平均 印度 印度 第七 看看哪些 中國第八 新加坡第九 泰國第十 十大都未入到香港 十一 印尼 十二 終於看到我們香港了 其實香港的女生是漂亮的 老實說 雖然是臭串的 有些都挺好的 OK 永遠都有些好 有些沒有說平均 都OK的 馬交朋友 澳門 就是第十三 澳門漂亮 北丹 我真的不敢平均 難以評論 而她竟然比台灣女生漂亮 這就是岳坡時報 台灣你排到頭五 北丹 那麽多山區 那麽漂亮 接著這個 哈薩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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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很古怪 她有些女兒 是像唐人妹 她有些女兒 像鬼妹 很奇怪 接著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 應該也有漂亮的 實有 但斯里蘭卡 我印象之中 真的像一些渣渣兵 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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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跟印度差不多 為什麽相差那麼遠 為什麽相差那麼遠 接著就是緬甸 緬甸 緬甸是0.1 我真的想不到 魯窩 人們都說漂亮的 魯窩是否比緬甸更漂亮 不知道 緬甸不要緊 有岸山草基 好 休息一會 有岸山草基斯坦 有岸山草基斯坦 是可慌 went